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方面我们坚持艺术去公立 另外一方面从社会的角度艺术就是一个产品 他不断在纠结 所以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不停耳才说了一句名言 康德告诉我们审美要纯粹的非公立性 然后象征交换才会出现 艺术就是最大的象征交换 因为价值是无价 艺术品是无价 无价的艺术品可炒作公立才大 它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期货 所以才能够吸引这么多 但是中国的艺术市长把这个也干掉了 因为中国的艺术市长明确告诉你 我就炒了 什么功不功利 我就是功利的 怎么样告诉你 它一样炒作大价钱 所以中国还是厉害 中国特色还是厉害 把我们的布丁恶先生搞得蒙掉了 布丁恶已经跟我们说了 必须首先承认非公立性 然后才有炒作的前提 这个炒作前提就是要 大家都接受一个基本观点艺术中心价 所以呢 最后呢 我的观点很悲观 就是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不要学艺术 但是你明白了所有这些 你仍然有一个内部动力 仍然不可一致的 要去从事这一行 你是这艺术先生 再讲的更悲观一点 我刚刚讲了一个艺术教育 艺术不可教育 艺术就是天真 如果你真的有动力 你明白这些还要做这个 我受苦受难 我这边讨饭 我都要干这个事情 有一种无法医治的内部动力 推动你做这个事情 你从事艺术我很佩服 那是真正的艺术 至于它是什么 我也无法定义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第一 艺术是无法教的 社会在急剧变化 第二个 你要问你自己 你为什么要搞艺术 如果问了半天 你还是必须搞艺术 那你就从事 如果不能够经过这个拷问 我们还是开一个什么中餐馆 但是还有一个条件 我觉得就是 家庭背景要好一些 不要很喜欢坚决搞 然后根本解决不了生活问题 家庭背景好 家庭背景好 会学艺术 但是我觉得在西方 或者我知道的事实是 家庭背景好 不一定学艺术 可以学艺术史的 你说威廉王子学艺术史 凯特王菲学艺术史 贵族学艺术史 因为艺术史培养修养 培养品味 出来以后就很有修养 很有品味 而艺术家 艺术家还是要有动力 就是说 你无法医治 你只能以此谋生 所以艺术就是天才的人 艺术不可教 因为我看了太多艺术教育的悲剧以后 我自己也无法说出我自己 然后结果结论就是 哎呀 可怜的樊高 你最伟大 我们被你的故事感动 所以的话也很值钱 其实樊高生前太想成功了 就知道自己终于卖出一道话 那么低价格 就自杀了 而且还是 我还是要补充那句话 就很多人以为樊高很穷 其实他不穷 他家里很好 他家里很好 年少的时候 他家是牧师家庭 他父亲就要把他踢到矿场里面去传道 他很认真 跟工人一起商量 然后他最幸福就是画画 他不用考虑赚钱的事情 都是他的弟弟Leo去支持他的 一直都是他给钱他 我觉得樊高说这个意思 樊高说是动力 对 只是他的物欲没有要得到 他27岁的时候 画画的时候已经给人否定过了 你什么都可以学 就是不要学画画 一个美院的一个教授说的 他其实呢 继续画画 然后我现在看到的这个艺术家 他们真的是有一种东西 他们真的在干这样 没办法 这是一个命 而且我在北美 在细心观察 我也观察了几个很有意思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 所有伟大的西方艺术家 或者艺术史里面所写的艺术家 没有一个人会写一本书叫如何画画 一到图书馆你就发现了 这边都是樊高的 伦伯朗的 什么惠斯乐的 什么乱七八糟 一大堆是吧 凡是这些进入艺术史的 或者被我们关注的艺术的 没有一个会关心这样的一个事情 要写一本 柔和画油画 柔和画社材 对 技法书 然后这边是技法书一大堆 所有的技法书 我慢慢再考察了一下 没有一个会在画廊成功 没有一个有名 然后我就发现这是两件事 就是说如何学画画 学调颜料 学观察一个东西和当艺术家 其实真的 越到现代越是那样的 我这个历史人告诉我 你到图书馆去看 你如果找出来 你告诉我 梵高写过一本 你今天试传了 我们终于找到了 梵高说如何调颜色 那我就投降 然后你再把那些写美术纪 系法书的一些 里面找一个能够在画廊成功的 基本上不成功 没有一个成功 好像有一两个好像有点成功 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中国 中国所有成名的画家 我们老是被 都要写一本书 如何画国画 国画油画 如何共同 所以这是 这是我在这里面 自己就在图书馆里面看的一个 然后我觉得我的结论是对的 第二个结论 也很重要 西方其实有叫画画 我们总是以为西方 叫当代艺术教 现在也是不是的 如果真的想来西方学画画 你就读一个专业 叫插图专业 插图专业 插图专业就是画画 为什么 因为插图专业是为出版物图 为传播图 为广告图 好 但我已经讲完这个事情 我再给你们说第三个事情 北美的画廊 商业画廊 我的很多朋友在美国旧金山加州都很成功 商业画廊很成功 画的话 也对一般人来讲也是很有魅力 画的很潇洒很准确 很精彩 也能够卖 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商业画廊有个特点 区域都是一样 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 我们的比较是 我画的比例潇洒 画的比例准确 我说三笔又准确又有潇洒 又有透明又有利瓜 你要画十笔 那你肯定比我差一点 而且所有商业画都有套路 有的人画风景画 他就能够在画廊里面卖 你画半天你就不能卖 你不能卖 你不能卖就活该 你就是不能卖 因为你没有研究过他为什么能卖 他是有道理的 但是商业画廊的标准是一样的 然后你再去看另外一个东西 美莲的插图连结 插图连结刚好相反 每一个插图画家一个风格 我一直认为中国八年后 九年后甚至零年后的很多年薪画家 他们主要是在插图连结找灵感 为什么 我现在知道的 出版物需要插图 你如果学插图 那你就为这个领域服务 然后你还没想过 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在美术学院 学插图才学画 有兴趣 你可以读一个专业 UBC 人类学系 古生物学 有插图专业 为什么 你去学的话 比如说你 你一辈子就画一个东西 恐龙 那人学恐龙 学古生物学 学骨骼 然后你的画不要财奇 你画的是标本 然后今天标本也成为风格 我知道联系一代 觉得标本很过瘾 他们很讨厌 会画事情 对不对 有那个人专门画 一辈子画石 那个人一辈子画枝 画标本 希望有一批插图画家 就是为这种百科全书工作 干嘛我们要忽略这些呢 这也是出路 而且这出路很好啊 因为画得好搞肺很稳定 为文学画插图 专门画儿童插图 专门画漫画 专门画 其实商业社会 西方社会这一行业很重要 插图 出版物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要为市场服务 或者说 跟进一个社会现实 这一块其实要好好研究 而且据我所知 已经有一些年轻人 在北美在西方学插图 学画动漫 他们开始出来 已经有好几个 而且还真难收入 看到话也的确很勇气 而且很多现在是反过来 可能在插画界啊 或者在动漫界啊 画得好的 就直接就又跳上变艺术家了 是 就好像 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这种地下杂志 Juta Pop 他就是 就是能够推动很多这样的艺术家 特别好像画插画的这些在 网络上去公布自己作品的这些艺术家 我觉得这个 这个讨论很重要 我们这一代人太喜欢梵高的 我们给梵高的故事片 我们千万不要做梵高 虽然梵高很伟大 那我希望看完我们这一期的片子的人 看完之后少点独义说 看完之后放弃的这个想法 我认为至少我们要纯粹一点的话 动机很多 投机一定得不偿失 对 对 那么 你一大部分一个动机 因为一个人不是为钱活着 虽然钱很重要 其实某种意义上 到了我这个年龄 我觉得我有资格讲这个话 你年轻时候的动机 在你某个年龄 获得某种满足 这是人生的幸福 他是艺术还是不是艺术都不重要 我们下次再跟着我们一会儿 做这个视频 看完结果 啊